大家知道台中 因為有一個大一的學生 跟他同學 然後跟一台馬薩拉蒂插撞 結果插撞完之後人就被叫下去 叫下去之後就被毒打一頓 然後就重傷昏迷 然後被打破了 然後就到現在 結果被挖出來說 這三個人都是富二代 而且他爸爸還是做的生意做很大 這三位主駕使叫做張敦亮 一定要讓他紅一下 對不對 22歲 然後同型的李偉玲25歲 陳敬豪19歲 毆打的是宋姓的男性 他是一個大一的學生 現在還在家父病房當中 三個人一開始第一時間 是以非現行犯就放回去了 現在被申請羈押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引起了眾怒 後來去查詢之後 發現張敦亮的爸爸叫張曹棟 他們家開的叫百貴食品 有限公司 2000人就設立了 公司資本額已經達到1000萬 主要銷售堅果米果等休閒食品 過去做食品代工 現在也做自創品牌 開發這樣子 可以看出來 同時間他也是台灣食品 發展協會的理事 所以看起來家裡還真的有點抵 好 他老爸努力經營事業 可是兒子外面開馬桑那碟 陳胸豆河 而且都有前科 甚至大家都跑去灌了百貴食品行的臉書 還有寶寶傳給我的 跑去灌百貴食品行的 他們的這個門室 下面給他加上說 棒球打擊選手練習場 買就送棒球 我看到他是被洗到只剩下1.1顆心 被洗垮了 他寫說位於台灣的棒球隊 就是被標示成這樣 真的蠻好笑的 可是這其實是蠻扯的一件事 就是說很慘 然後他的爸爸出來下跪道歉 然後結果第一時間衝到加護幣 想你知道去不了加護幣 說帶了不知道幾萬塊 然後去道歉 可是其實對方家屬根本就黑了問號 你事前也沒聯絡 你來就要道歉你誰啊 那這事其實引起了全台灣的一個 廣泛的熱議 但是這種所謂的富少打人 這個惡少打人 然後事後 這個才出來父母出來洗地的事情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昨天第一時間 因為這個新聞 其實經過兩天的發酵 第一時間在開始的時候 這個風向還沒有倒過來 而且大家只是憤恨 然後可是就是說 沒有變成一個整個整體熱議的議題 人家說這麼狠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蠻誇張的事情 然後我第一時間 其實我第一時間有去給 就是看到這TV的新聞 我就想到這句話 有寬無事 背著天 沒寬無事 最夠背 就是說有權有事飛上天 無權無事當狗牌 這個應該是一個台語的鼠艷 我們就突然想到這個 結果還有人跑來攻擊我 你知道嗎 對 就很奇怪 就這種事情 然後還有人 這個有沒有 這個什麼陳佑佑 共產黨高官有權有事飛上天 歷史哥愛不愛共產黨 有沒有 然後 真的什麼果然有 跟什麼 果然什麼樣能說出什麼樣的話 事先實際上 我在講這惡少 還有 那不止一個 有沒有 就直接叫我吃死了有沒有 歷史弟有沒有 還不止一致還是什麼 愛死了我只會在台灣假正義洗腦含粉 我覺得 就是這個人是不是背景綠綠的還是怎麼樣 我都不可以懷疑 不是攻擊我這要幹嘛 難道我講錯嗎 我第一時間 真的我第一時間還沒有判斷 爆出來說 他是食品 就是食品公司的副少的時候 我真的第一時間我就想到是這個 因為他能夠被現行犯放出去 一定背後有問題 這三個絕對警察就認識了 都已經打成這樣 警察來的時候 人還兩車來賭 他不是他們一車 請問另外兩車的人抓了沒有 他那時候第一時間 另外兩車還過來再圍堵 繼續圍堵 然後才把人 車上的同學沒一個人改動 真的是這樣 在台灣現在都沒有王法 然後還要網軍來洗板來攻擊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也是有被爆出來說 他其實不是第一次 對人家要施暴 之前他當兵的時候 就是兩年前 他在服務兵役 然後他就直接拿鐵板燈就砸 砸人家頭部 而且他還恐嚇說 今天打完了還有下一次 就還會恐嚇別人 然後另外兩個是什麼 之前也有被前科 就是有毀損 然後妨害秩序等等 所以其實這些 他們一被起底之後發現 其實蠻多的黑力 那你就會發現說 那他們已經有前科的情況之下 他們又可以這樣子正常的在路上活動 然後一當他又被冒犯 他覺得他被冒犯的時候 就會抓起來 抓起來又開始傷害別人 所以我覺得他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其實這一個 就是張姓嫌犯的這個爆 他不是後來有開記者會嗎 對 然後想到說 啊沒有啊 我們絕對沒有溺愛孩子 而且他還不算什麼富二代啦 他還說是不是因為自己 對這個孩子太嚴格 所以導致他有點叛逆這樣子 那我就 嚴格 這是 我不曉得欸 就是叛逆 叛逆也有可能 但是你說把人家打成這樣子 我是覺得有點 有點太 一回首二回首吧 你叫你抄一隻棒球棒去做人 你打得出來嗎 我覺得一般的 一般的照理講 不會去做到這種程度 他可能肯定是比較熟 不然你說他隨時在車上 都放一個球棒 對 他可能是棒球隊 所以這個是很合理的 然後他們又說自己的孩子 又不常喝酒啊 就平常不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很奇怪 但後來他媽媽講了一句話 好像有惹怒網友 他媽媽說 他真的是一時衝動 年輕人就是這樣 真的很抱歉 然後大家就說 什麼叫做年輕人就是這樣 不是所有年輕人都這樣吧 我們是不正常的年輕人 我們是不正常的 我們就是一言不合會被王軍出征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精神 我們就是一言不合被黃標 對一言不合被黃標 然後就是 這真的是 我覺得現在台灣真的是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是非了 就得真的是完全一個 就是 真的就是有權有勢嗎 我那個反應 正第一時間 那個時候大家都還不知道他的背景 今天會被挖出背景 是有網友去漏搜 漏搜之後被人家發現說 他家是這個食品行 因為家裡的家業曝光被灌爆 甚至還導致另外一間 這個名字很像的另外一間食品公司 然後也被灌爆 對 然後後來人家還出來說 這不是我們 對不對 大家灌錯地方這樣子 就是百貴灌成百家對不對 那我覺得 大家才就是說 如果不是這樣子 他們父母根本不會出來 我覺得根本不會出來 而且他出來很公關 你到底是有沒有要認真道歉 可是回過頭來就是說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去譴責 或者是去點破社會的亂象 因為很明顯 他就是有權有勢 那他沒有飛上天 這正常早就收押 搞不好警察來就信心犯 押著就帶走了 結果是來 客客氣氣的送他回家 該串供了該幹嘛都已經做完了 那你第一時間沒有押 在後面再押什麼意思 可是網軍一樣攻擊 完全這台灣現在在幹嘛 我不瞭解 那不然這些網軍是阿公網軍好了 好不好 最好是阿公網軍對不對 這樣子還要抹紅我嗎 是不是 不然你要怪誰啊 其實有點稀罕 你說 現在的確是有點不知道欸 有時候感覺網軍 好像為了洗風向 就感覺好像是非都不太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其實 這樣講不太針對 但綠營常常會有一些 你知道比方說有一些高官啊 然後他們可能犯了錯啊 但是民進黨都會保護他們啊 然後都會幫他們講一套說法 去幫他們圓啊 就說啊他們有才能啊 太可惜了啊 什麼就之類的 就是還會是用這種奇怪的說法 然後想要去幫他圓謊也好 或是去幫他包裝 或是去幫他換假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其實做錯事好像也還好吧 你就看我們的政府 他們裡面的這些官員們 那講話然後很嗆啊 然後這個說謊不打草稿也無所謂啊 就其實我覺得他那個 會把整個台灣的那個社會的那個氛圍 其實是會有點搞糟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有樣學樣 嗯嗯嗯嗯 他也是原來不打的 他也發現怎會耶 他也發現他是原來一馬王 他也是上次二馬王 Monica 是去哪個 incompatrie 就出來 他那把它靠進你的 對不對 Nos